歡迎收看 一師好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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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歡迎三位小白兵 乃哥 你知道嗎 身體它也是需要面試的 有啦 像我早上起來 裸體的時候都要看一看 那叫檢視 那是檢視 對... 身體怎麼面試 面試意思就是說你再多錢 都買不起新的器官 那是必然的 是 所以你面試要有些技能 那在你的身體上 其實它也是有技能的 當然 我們今天就要來了解 第一個是什麼 身體也要做面試 快來培養你的體內技能 有實力才有競爭力 女生什麼 實力很重要 有一個 軟實力 你答對了 你答對了 真的 真的 隨便講的耶 不是 我不是講那個軟 你是說很軟的軟 身段要軟 身段要軟 比較細的一些 比較溫柔的軟 對 其實你這個也對 也對 但是這個軟更重要 一般來講 我們大概女性 如果是軟實力不好 大概就是到了挺經更年期的 這個症狀就會出現 那大概一般來講 85%的人都會出現 譬如說 慢慢的月經週期 就開始變短了 那就是說 本來週期28天嘛 我們就叫做月經 那可能剛開始的時候 變成25 21 那最後亂掉 那到最後就是挺經 就是不來了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身體上面出現 情緒上面 譬如容易失眠 然後這個情緒比較不好 那另外就是 在睡覺的時候 容易倒汗 那另外一個就是熱潮紅 那熱潮紅的意思就是說 它好像那個潮水 就會一下脹起來 好熱... 好像又好熱 會退潮 會退潮 對 這個不是比較常見的 一些徵兆這樣 軟實力沒有了 那就是 更年期... 更年期到了 對 另外一個等號就是這樣 那當然更年期 它會有時間嘛 那如果更早的話 沒有這些軟實力 那我們就叫做早摔 對 所以我們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調查 調查 我們男生是不用寫的 我們要看結果 亞棠是 失眠 失眠而已 我就是偶爾會失眠 你不要掩蓋喔 有沒有倒汗 熱潮紅 看到帥哥臉會紅好不好 對 失眠 就是有時候可能工作啊 壓力或是明天要出去玩 也會失眠 那應該就不算啦 就是普遍性的吧 就是可能 我自己覺得跟軟潮關係 比較沒那麼大 或什麼 我應該還算滿有軟實力的 因為以我這把年紀 都沒有 都沒有 你四年也沒有 沒有 我好睡得很 那節目要做形象 很多代言都走 萬一我再問你 還在不代言不走 這個要睡了啦 我身體不錯啦 身體不錯啦 配肌 配肌怎麼樣 配肌什麼 就是也是失眠的問題 對 我真的是到最近 就在這一個月吧 不知道為什麼 我常常三四點 自己就會醒來 尿尿嗎 醒來 沒有尿尿 那還 就還堅持到其他功能 沒有 就是 就是醒來 然後也不知道幹嘛 然後想說那醒來 那不然我就來工作一下好了 然後坐一坐 然後又到五六點 五六點就很尷尬 想說那該去做早餐了 對 該去做早餐 就要小孩起床 那變成是 那我就好像變成是 有點像我阿嬤 阿公一樣 就是可能三四點 或四五點 我就醒來了 就大概這一個月 開始發生的事情 而且有時候 那種四五點醒來 沒有尿液你會生氣 醒來什麼意思 對啊 而且我告訴你 醒來 精神很好 這才討厭 就老人了 就是差不多要去爬山 後來我問我醫生的朋友 他說 乃哥 我跟你講 沒有什麼道理 就是年紀大了 是不是 以前常常我們說 那個就是老化離電池有沒有 是 一下沖一下就飽了 可是一下等一下又 很快就沒電了 對 所以女生到這個年紀 就會去動軟對不對 對 妳也動軟了嗎 有 我動好了 但其實我很早 我就想要去動 我三十歲的時候 我就在想說 是不是要先動起來放 因為我不知道 我會不會結婚 然後我還不確定 我想不想生小孩這件事 然後我就想說 天啊 那如果我很晚 才突然又想生怎麼辦 到時候我就只能接受 能不能生 我想說不對 我先去動個保險 到時候我至少還可以選擇 我要不要 對 然後我就想想想 真正想了五年才去動 妳也想太久 不是 因為我很怕打針 我就是那種感冒去打針 都會掉眼淚的人 但是我打肉毒不會 對 真的 不過妳講的也是道理 比肉毒的針很細很小 我跟妳講 我那時候就是因為想說 不行 已經三十五了 就天啊 然後我就鼓起勇氣要去做 我就上網找超多功課 我就找到一個醫生 然後他比較遠在台中 可是他就是很早開始使用 長效針的醫生 所以我就想說經驗豐富 所以我那時候打一針長效 然後就是隔了一個禮拜之後 再回去做檢查嗎 然後他就會給你開那個 我記得我短效針 好像才打四五針 因為我那時候 其實像我去檢查的時候 他們就說 應該大概八到十二顆OK 沒有問題 然後結果我那時候想說 那我要弄兩次 因為醫生跟我說 大概二十顆左右 生一至兩胎 一胎是最有把握 我想說我最少要存到二十顆 結果就運氣很好 我最後取了十七顆 然後我十六顆有動起來 有一顆沒那麼漂亮 醫生建議我不要動 可是那時候我看那個 我就想說天啊 女生的卵巢怎麼長得 很像那個蜘蛛王 像 那個時候已經打完排卵針 要取卵的前幾天 就是那個卵泡已經長大了 那時候很多朋友說 動卵很痛 打排卵針真的完全不痛 比打肉毒還要不痛 對 但我必須說 打破卵針真的滿痛的 我是叫我朋友幫我打 一刺下去 我那影片我整個人臉縮起來 我沒想到破卵針這麼痛 因為我前面已經太放鬆 覺得排卵針很輕鬆 結果一打下去真驚喜 所以破卵針比較痛 我覺得破卵針比較痛 破卵針比較痛 事實上我們打針 也是有一些小技巧 就是下針要快 推針要慢 就是說如果你下針的速度 越快那進去的時間就越短 但是你推要慢慢慢慢的 因為我們是打皮下 所以那個要慢慢等於是 擴散開來擴散開來 所以如果他打的速度太快 那反倒會 沒有 他那時候退伍 我就覺得你怎麼退一輩子 退不完這一關跑回來 怎麼會這樣 對 我們人是在你出生的當下 大概老天爺都給我們 大概差不多30萬顆卵 但是每一個月每個月 就一直開始耗損 這是比較標準的情況 當然每一個人的體質不一樣 所以為什麼剛剛提到說 要動卵就是越年輕越好 因為到35歲是一個門檻 35歲以後我們就說 這個卵巢功能就開始走下坡 那個下坡不是緩效 是抖下 所以剛剛一般來講 就是說35歲以下的人 我們現在常常 也很多女性朋友 他們會來門診 他們就要驗一個叫AMH AMH就很簡單 我們就說這個是卵巢庫存量 你看了卵巢 你的庫存量的情況 如果介於正常就是2到60之間 代表還不錯 我們剛剛提到說35歲以下 基本上都是2到60之間 除非是說他有一些 譬如說開過刀 或有其他的狀況出現 可是到了40歲以後 就剩下1了 那45歲以下都在0.0幾 所以那個掉得很快 常常我們在跟病患解釋說 要動卵的時候 一定會跟他說目標20顆 對 那為什麼要20顆呢 就是說這個是美國 不孕症醫學會 他們用一個大數據的統計 就是說因為每一個來動卵的人 他事實上不是要 不只是想的是動卵 他想的是說第一個 我動卵我以後會懷孕 我以後懷孕我就會生小孩 我生小孩又搞不好 我還有第二胎還要再生 所以他的期待只是 一層一層的往上堆疊 可是事實上這個在 備而無患 對 但是這個事實上 在這個一路的培養當中 受精當中 還有很多的因素 都有可能會影響到 你真正懷孕的結果 所以為什麼我們就是說 希望要跟病患就是要溝通 一定要20顆以上 比較能夠保險起見 是 不然他如果說要動個三顆 那三顆就是不好用 不能用 對 那到時候他 對 過了五年 十年的時候 那時光又回頭了 他也沒有辦法再說 那不然我再來動一次 或者說再重新取一次 那個時間都過了這個 所謂的黃金期 就是越早 越年輕的時候動 他的品質當然會越好 像我之前也有一個病人 他是因為雙側子宮外孕 然後24歲 然後就來做試管 然後做完試管以後就取完卵 然後就很順利 下個月就懷孕了 懷孕了 因為他是試管子宮外孕的問題 懷孕了 然後他冷凍胚胎 那四年以後 他又要說我想要生第二胎 又忘記又懷孕了 因為他那人也是24歲的 胚胎都很好 現在第三胎來 32歲他就說 我想要再生一個 又忘記又懷孕了 因為他那時候24歲 所以可以取到很多的卵 所以有很多的胚胎 很順利 他根本就是超級色 生小孩的體 對 年輕 他講的就是年輕取得卵 不過回過頭來之後 剛剛也提到說 這個卵實力 另外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 生活作息 所以剛剛也提到說 那個失眠 或者說生活型態的改變 那可能你的卵巢工人就會 自然而然就會加速的 對 加速的往下走 這個真的還要注意 因為我臨床上也遇到過 有一對夫妻 那太太事實際上是26歲 那他就是因為也是雙側 素卵管主宰的問題 要來做試管 那我們一測他的AMH 我嚇一跳 我說怎麼會0.05 什麼都不睡覺 這個應該是40歲的人 老人的體質 你怎麼會0.05 那我們就問他 他一說就是說 就剛剛講的重點不睡覺 他的問題發現以後 發現先生的精蟲品質也很爛 兩個人都半斤八糧 那我們就當然就是建議說 真的第一個 生活作息一定要調整 那現在在房間也都有一些 所謂的養卵藥 譬如說什麼Q10 精胺酸 基醇 DHEA 這些大家都聽過 那甚至於我的病人 我也常常會給他試 維他命D 因為維他命D 事實上也可以讓卵子 比較年輕化 這個部分都有改善 即便能夠改善 但是你的年齡 還是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沒有辦法去回復 只是說像他這種狀況 我們可能再多拉一點點回來 但是再時間再下去 會更糟糕 更慘 就分享一個案例 其實我有一次遇到 一個32歲的貴姊 然後她其實來找我 是因為她要看靜脈曲張 其實像這種年輕的女生 有一半以上 可能都是因為懷孕之後造成的 所以當時就聊天 就說是生完小孩才變這樣嗎 結果貴姊就說沒有 其實她結婚努力了三四年 就一直都沒有消息 所以她的靜脈曲張是9張 那我一聽其實就是正常 年紀也不大 然後正常的生活 這種情況之下 她努力了三四年 那就建議她到婦產科 去做進一步的諮詢 跟先生一起去看診 結果後來一抽也是發現 AMH是沒有到0.05這麼誇張 不過就是也是0點多 就很低 那後來也發現說 就是她其實平常 業績壓力很大 然後生活作息不正常 每天都熬夜 然後會有喝酒這種狀況 所以後來也是經過了一些 就是生活作息的調整 然後也做了試管嬰兒 最後成功就是生下寶寶 這很幸運 對 真的 我們下一個要看的是 來 有技能還要有精神 如何擁抱什麼的新鮮力 精 不是精神的精 來看一下 肝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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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膚眼睛泛黃 肚臟 異常突出 皮膚出現 這個蜘蛛斑 一疲勞 看有沒有 肌耐力變差 不要做形象 真的沒有 就是實話實說的 你看看 這個做得比我還兇 不是 要一直畫差很麻煩 我就兩筆就結束了 你真的沒有 對啊 昨天做棒式 我那個代課的教練 他嚇到了 真的喔 一分四十秒 完全沒辦法 長青術 地獄長忍 還是乃哥馬了 不是 我下面墊個支架 好不好 但你看洪恩哥還有 肌耐力變差 你還有地疲勞 你看起來肌耐力很好 你也是學體育的 真的 對啊 因為我從小到大 我就是 學校校對 然後一直跟運動 是離不開的關係 最主要是長時間熬夜 然後生活作息是顛倒的 做全身健康檢查 然後那時候醫生就說 你四幾歲 可是你的肝是六十幾歲的肝 是因為拍戲的關係嗎 就是變成是 中度脂肪肝 我有一個很嚴重的狀態就是 好像我的免疫力降低 假設我這邊癢 我一抓 就腫起來 過敏 我有一次不能夠開工 就是因為我戴口罩去攝影棚 我說今天應該拍不了我了 我整個一打開 真的像香腸嘴 然後身上會有一些 像疹子 我只要一抓就會 抓哪兒就是腫哪 抓哪兒就紅哪 後來我去醫院的過敏原 就是我對綠豆 對狗毛 因為我四隻狗 兩隻貓 然後對茄子過敏 雖然我不吃茄子 你會不會對現金也過敏 不會 沒有人會對這牛 所以我不清楚說 是不是因為肝生功能異常的關係 導致我的免疫力降低 所以我會有這樣的一個狀態 但狗毛你不可看 你那麼愛狗 對啊 那怎麼辦 你就放空氣清淨機多放幾台 我家裡有三台空氣清淨機 真的 兩個那個除濕機 那不可能 那個完全沒辦法肚子 所以就是我現在就變成說 讓我每次這樣長時間拍戲之後 我都會去做全身的健康檢查 讓我看看我這樣的指數 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然後再去做調整 可是中度脂肪肝 有沒有可能變成輕度脂肪肝 有可能 當然可以 如果減重5%就會改善 然後第二個是10%會明顯改善 我們肝臟 我們的全身最大的器官 其實是皮膚 可是如果是內臟裡面打開來 最大的器官是肝臟 肝臟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化學工廠 它包含了製造合成跟代謝的功能 所以如果說我們的有些東西 例如說為什麼肝功能不好 皮膚會變黃 就是因為它的黃氮指數會變高 它無法被代謝排除掉 所以它可能皮膚變黃 眼睛會變黃 可是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是眼睛變黃 眼白的地方 眼白的地方 曬太陽眼白也會變黃 所以很多人他要來門診看 怎麼眼睛變黃的去跟肝臟沒關係 我們看一下它的下眼睛 曬不到的地方 如果是白的那就比較沒關係 因為下眼睛往下斑 你這樣看如果黃 那就只有問題 他問你就這樣叫它翻白眼 可以 我們講皮膚有兩個 第一個是因為那個荷膜關係 代謝關係我們的肝臟 如果那些沒有代謝碗的話 它會產生那個蜘蛛斑 第二個是 我們台語有一句話說 碰土地面 感應化之後會產生蜘蛛 蜘蛛 蜘蛛之後肚臟會跑出來 會把它頂擠出來 對 會跑出來 古代的人他營養通常不好 你要說他肚子變大 是因為三高造成 那機率是很低的 那你現在人當然是三高 可是古代人為什麼會碰土地面 因為它是因為感應化蜘蛛 最後一個是EPL跟肌難力差 這個有研究過 不管是感應化或脂肪肝的人 假設說 乾應化當然一定體會變差 因為它的各方面的機能 都已經會變差了 那脂肪肝 脂肪肝也會 你做過研究 假設兩個人的BMI體型 各方面幾乎都一樣 各方面指數也都差不多 可是一組有脂肪肝 另一組沒有脂肪肝 他去做肌耐力測試的時候 就發現有脂肪肝那組 肌耐力測試會比較差 那這看起來像是很合理 可是實際上是這樣 這不是那麼單純 是因為肝臟跟肌肉跟胰臟 這些是一些同源器官 這跟代謝中和菌是有關係的 因為像我都會覺得 我流汗 排毒 運動 我都覺得會稍微改善 可是因為就是工作期間 長時間工作期間 你難免有時候會 略業顛倒 所以後來當然醫生有建議 我做一個療程 就是類似所謂的肝保健的療程 他就是我掉一個點滴 然後大概半小時45分鐘 把那個點滴打完 一個禮拜一次 他等於是用那個點滴 來幫我代謝 把那個不好的東西代謝出來 畢動以時其實是最重要的 作息 我講所有東西 就是我講 生活習慣其實是最重要的 對不對 上次不是有一位來賓做總檢 就說他肝怎麼樣怎麼樣 醫生就建議他說 退出演藝圈 就會好了 這真是鐵涼藥 來... 真的 對 我明明三四點起來對不對 然後精神很好 可是我白天有時候 就是會想要打瞌睡 就是對 有點累 不是因為你起得早 對啊 也是啦也是 可是就是會覺得說以前 可是以前不會這樣嘛 所以你現在就開始覺得 尤其因為剛剛講到肝 就我想到我爺爺 我爺爺本身是 然後他又有慢性肝炎 所以後來就是他是肝癌過世的 所以我就那一次之後 我就開始對這個肝臟的部分 特別注重 就因為我覺得自己有家族師 家族師 對 然後我那時候 就是去健檢的時候 剛好那一次 醫生就說 你最近生活習慣是不是 你作息是不是比較不正常 而且你是不是吃比較好 醫生還講得很委婉 你是不是吃比較好 因為你肝指數感覺好像比較偏高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飲食跟作息這樣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天啊 我一定要特別注意我的肝 因為我的肝可能比別人更容易生病 或幹嘛的 所以我回家的時候就會去查 然後我就想說 只要我跟你講 現在我偶爾只要有一點覺得 自己皮膚比較蠟黃 或是噴了幾顆痘痘 或者是感覺整個人比較疲憊的時候 我就會很擔心 然後我就會開始狂吃 我真的照三餐吃 吃到我老公說 請問今天可以不要再吃菠菜了嗎 我就照三餐煮菠菜 因為我就想吃菠菜 然後還自己泡養甘茶 然後還想說 老公你也常常在外面 來我們一起喝 然後那陣子我就會特別想 其實養甘茶你一直喝 等於你很像多喝了很多水 那你身體代謝什麼也都會比較好 多吃蔬菜本來就也會比較好 我就這樣一陣子之後 我就常一直反覆 因為我就是很喜歡熬夜的人 就是小孩睡了之後 就是我的時間 那一陣子好了之後 我就會開始又忘記了 又忘記了 對 又忘記了 忘記了之後 因為你就會覺得說 應該年紀還沒到 還不到那個樣子 然後就 就開始最近又開始這樣了 三四點起來 然後又白天又很容易覺得很疲倦 很猛要小心 對 菠菜 對 說肝的問題 除了是大家脂肪肝以外 病毒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們就遇過這種年輕人 大概才三十多歲 然後來看診原因 他是說因為他覺得最近好疲勞 然後而且又覺得 然後又有點拉肚子 那大家知道標準診斷就是 腸胃炎 因為他同時又發燒 而且那種疲倦感 所有家人 朋友 覺得他不對勁 因為真的太疲勞了 大家說你要不要去檢查一下 那大家當然是說要疲勞 一定檢查肝指數 所以他一檢查肝指數標準 40的話 他是600 結果開始就問了很多 因為最常見 台灣肝功能異常幾個大原因 B型C型肝炎 脂肪肝 喝酒 或者是有一些 來路不明的藥物 或一些補品 那他非常堅持說 這些都沒有 你大概有沒有 最近有沒有出國 結果他就說 有... 因為他長時間在東南亞 會滿常來回 因為他的業務都在那邊 他說對 那一陣子有去東南亞國家 他以前都是吃餐廳 那一次客戶 帶他去吃那個路邊攤 那路邊攤說 那個東西真的有點黑 因為那燈很黑 那盤子也更黑 沒有很乾淨 大家就想 我就吃了就沒關係 結果後來驗起來 他是 台灣是沒有在流行A型肝炎 台灣A型肝炎 最近液體比較紅的是 新聞有那個 莓果裡面有驗出A型肝炎 對... 大家有沒有看到他的新聞 為什麼會那麼重視 因為這個疾病的傳染 不像一般BC型肝炎 BC型肝炎是要血液體液傳染 可是A型肝炎是 吃東西會傳染 如果不小心爆發了 就會開始越來越大 是要嚴格的去控管 結果他最後住院大概住了快一個禮拜 肝子素才慢慢下降 那只是A型肝炎也是要注意 如果有時候感染太嚴重 如果你本身又有B型肝炎 或有C型肝炎 不小心得到了 猛爆性肝炎機率很高 甚至有生命的危險 所以建議大家 有要去一些國家 如果有在流行的 可以打疫苗 提早兩個禮拜打疫苗 可以保護你 比較不會被感染 這樣子 所以像我們這樣 沒事可以去打 可以打一打 那一般疫苗的話 打兩劑的話 保護力大概有十年左右 那我分享一個案例 其實我們診就是 我就肝膽科醫師 常會科醫師 就有一個三十幾歲的工程師 那他來我這邊看 其實他是 那因為他肚子不舒服 我們都會常規幫他做個超音波檢測 那超音波檢查的時候 我就看到他脂肪肝很厲害 而且他其實有點胖 他大概168公分左右 可是他90幾公斤 那脂肪肝就是最重度那種 超音波一看就是 全部都是亮的 都很難穿透 然後我就跟他討論 問他說 你這個要不要抽血檢查一下 一檢查出來 他剛問你就 是正常指的五倍 就兩百多 然後檔固醇也高 然後他的糖化學速度也高 有糖尿病前期 他說他就是都為了工作 而且他科學人區應該也賺不少 不過他說工作因為很忙 都輪三班 那他很喜歡吃那個麵食類的 麵食類的東西 他都喜歡吃很多 然後他喜歡帶著麵包 或麵條 他每次下班的時候 他一定要去吃麵 我說你吃澱粉 你吃這麼多 他就很容易變肥 他說他知道 他就為公司犧牲貢獻很多 他說他們的公司 是賣肝的公司 我說你這個賣肝 好像肝越賣越大顆 因為脂肪肝會變大 然後後來跟他講完 說我說你這個這樣不行 人家治療為食道逆流 因為他胖也容易為食道逆流 然後又脂肪肝又三高 後來我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一定要積極的減重 後來就幫他減重 然後吃保安片 那我們有開一個藥 現在有新的藥就是 會讓糖分從尿裡排出去 叫SGRT2 後來開給他吃之後 他體重其實就慢慢降下來 他降個五六公斤之後 肝共其實有慢慢在緩解這樣 那我也簡單講一下 因為現在人比較重要 其實反而是一些傷告的問題 例如脂肪肝 代謝症候群 所以就在肝臟功能裡面 高糖跟高油脂是比較不被建議的 可是高油脂是還好 高油脂如果你是好的油脂 是橄欖油跟堅果這一種 是比較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高糖 精緻類澱粉 這個都要盡量避免 那我們其實有一種植物的 萃取育C-marine 它是可以保護肝臟 而且它其實它的評價是不錯的 可以抑制它的發炎以外 它還可以預防糖尿病 那在酒精方面 有少部分過去有人會認為說 我們喝一點點酒 對身體會有幫忙 這其實是迷思 因為研究裡面認為說 很少部分的紅酒 會對我們心血管有幫忙 可是後來發現 它導致了代謝症候群 跟致癌的危險 整體的危險性 抵過它的好處 所以整體後來發現 喝酒的平均說明還是比較短 所以它其實還是不建議喝酒 但是如果你社群群群 一定要喝的話 會建議吃一些綜合維他命 B群之類的或微野酸 會讓我們的肝臟 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護 那最後一個就是說 加工類食品 或者是醃漬類食物 假設那個什麼 例如說它是那種 可能是要保存的食物 它是醃漬類的或風乾的 因為有時候如果沒有做好 裡面的黃曲毒素會增加 其實肝癌的風險是會增加的 所以這種食物 我們就要盡量去避免 然後支持一下 真的 好 接待我們看還有什麼 來 工作思考要有彈性 什麼也要有好彈性 皮膚 血管 皮膚下面就是血管 很接近 大家可以做一個簡單的測試 來測自己的周邊血管的彈性好不好 彈性好就是年輕 那彈性不好就是老化 那像我們的手這邊 內側有個饒動脈 外側有個齒動脈 然後其實有個就是Alan Test 艾倫測試 它很簡單 就是你把手這樣握緊 握緊的時候 我們血液就不會流過去 然後這時候你就壓住 你的饒動脈跟齒動脈的位置 然後打開的時候 你的手是會發白的 然後這時候你放開 三秒鐘之內 手就變紅了 好紅喔 對 好白喔 這是側手 然後左右手會不一樣嗎 應該不會吧 左右手有可能喔 你有可能 某一隻手的血管比較差 對 就比較沒有彈性 這是有可能 然後另外其實也可以側腳 很多 你大概你的腳板如果是這樣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腳趾頭 那腳板這個位置 大概在中間 骨頭的中間 它會有一個地方 是我們的足背動脈 有一些很瘦的人 你甚至可以看到他在搏動 就是會有一條血管 那你用手輕輕的搭在上面 其實你會感覺到 就是那個搏動的感覺 真的 像一個動脈在跳的 對 有感覺 是不是 對 因為像麗婷這麼瘦 就很容易會摸得到 就像我們手腕的脈搏一樣 對 就是你會摸到脈搏 那就是我們的足背動脈 然後手上很多 那摸到是好的 好的 就是摸到表示它是有彈性的 所以血管是通的 對 表示你很健康 很年輕 我沒有 表示你超年輕 我也想說我這麼放都會有 叫救女生快 叫救女生 他沒有在跳了 他摸 糟糕 你怎麼摸乾 你可能摸錯地方了吧 你可能摸錯地方了 但我也沒有 摸錯地方了 我覺得應該是摸錯地方 那就是 它就是測我們腳的血管的彈性 血管它是循環全身 你不會只有手老 其實你的血管 這裡沒有彈性 你的心臟 你的腦袋可能也都沒有彈性 那像我自己就有遇到一個案例 就是才56歲的大哥 一個男生 然後他就是老煙腔那種 然後他就最近突然覺得自己怎麼腳很冰 對 然後怎麼腳很痛 他大概走個50到100公尺 他就覺得腳很痛 就沒辦法再走下去 那其實這個就是超級典型的 我們叫間歇性薄型 你的腳 因為你的血管沒有彈性 所以它的血流就下不去 其實就是有一點下肢的動脈阻塞 對 那血管塞住了 所以你的肌肉是缺氧的 那你要費力去走路的時候 公癢不足 他就會覺得很累又很痛 那我們看這個狀況 做了一些檢查就覺得 這一定是下肢的動脈阻塞 那因為這個你不處理 他腳會有傷口 不會好 可能就會黑掉 截肢 所以我們就趕快讓他住院 要做進一步的治療 結果殊不知 這個男生真的是非常的幸運 我們還沒有處理到腳的血管 他突然胸悶 胸悶到汗 冒冷汗在醫院裡面 結果緊急檢查發現 他根本 心肌梗塞 就幸好他在醫院裡面 就發生這件事 對 然後就緊急去做心導管 放了支架 那當然後來心臟也處理好了 腳也處理好了 對 然後後來終於乖乖的 把咽給戒了 這個周邊是你看得到 感受得到的 但是其實往往 像周邊動脈阻塞的病人 他有很高的比例 同時也會有中風 還有心肌梗塞的狀況 所以這個血管的彈性 真的是很重要 就是要小心 抽菸 高血脂 高血壓 還有糖尿病 這幾項對血管的傷害是最大的 然後因為我大學的時候 就是有一次是 從我們學校走回我宿舍 我就突然就是 心臟很像打鼓那樣 就是你可以感覺到心空空這樣 砰砰砰砰砰砰 然後我就立馬下午的課 然後我就補上回家 然後去掛急診 我就想說 我是不是心臟有問題 然後他就說 我是輕微的心律骨疹 大概三到五年 再回去定期檢查一次就OK 去年打那個疫苗 我打第三劑之後 我就是半夜在家 是胸痛 胸悶 然後很痛 我那時候痛到就是 我這樣輕輕 就這麼輕 這樣輕輕摸 就很像你瘀青 然後被人家用力按下去釀 然後那時候 不是很多人都說 我怕打疫苗會心肌炎嘛 所以我就有驗血什麼 然後醫生都說 我全部的指數都正常 然後他還幫我排心臟超硬波 全部都正常 我就說你確定嗎 我有心率不整 而且我阿嬤的心臟開過道什麼 然後醫生就跟我講說 你不要太緊張 就是因為有一些人是 可能他原本 就是有一點點輕微的這種症狀 但你平常不會有感覺 然後那陣子 很多人去看心臟課 就是因為打了疫苗之後 你可能這個感覺放大了 你就想說怎麼會這樣 我沒有心臟病 然後突然這樣 他就大家都會去看醫生 所以後來醫生就看了 一個抗焦慮的藥 跟一個肌肉鬆弛劑給我 回家我就跟我說 不行 你趕快去台大掛號 我不可能在那邊看 我一定會死掉 為什麼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的爸爸 他那時候就是他背很痛 然後他就是看了好幾個醫生 有的醫生跟他說 是那邊牙痛引起的或什麼 最後反正一個醫生 他在那邊開了一個肌肉鬆弛劑 給他吃 他吃了覺得又比較好 過兩天 他在朋友那邊泡茶 他突然就不動 人家以為他睡著了 結果他是主動賣玻璃 所以我就嚇死我 就跟我哥說 不行 你趕快去給我掛號 我就是... 女主被痛 你指數都正常 可是他開肌肉鬆弛劑給我吃 你要不要掛身心科 不要再練習 你聽到肌肉鬆弛劑 我要走了 對 什麼邏輯 我後來就又回去 我台大那個醫生看 他就跟我說 真的都沒事 你可不可以放過醫生 醫生說他開抗焦慮要給你吃 可是覺得你有點淡靜 真的 沒有那段時間 這是聞風色變 對 其實那段時間 我們真的門診病人暴增 每一個來都是胸門 我要死掉了 就是每個人 背動脈痠塞 還是心肌梗塞這樣 我那時候剛... 這樣子 對... 這樣呼吸 對 而且那一陣子 我們跟病人說 真的沒事 吃一點肌肉鬆弛劑 病人就說不是 好可愛 他沒有辦法聽到肌肉鬆弛劑 對 就是每一個人都好擔心 但我跟你說 其實不用太過於緊張 就是因為 其實心臟超音波也做了 抽血也抽了 所以其實該醫有的問題 我們都也檢查過 所以就是大家不要過度緊張 想說我們家族病死 我的血管可能比較弱 我很年輕 知道... 好 來... 不要太焦慮 對...不要太焦慮 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要怎麼樣保護我們的心血管 其實有很多很不錯的天然食物 就是會建議大家可以多吃 像比如說第一個 一個顴骨類大燕麥片 或者是像是糙米 它裡面其實有維他命B 還有很豐富的纖維 它可以很有效的降低血脂肪 還有血糖 對...但是大家不要吃燕麥片 加蜂蜜 再加糖 再加巧克力 對...就是純的 對...再多放一點水果 這樣是不行的 就是純的像比如說糙米飯 或者是大燕麥片 這個是對身體很有幫助 再來就是像青花菜 深色的蔬菜 其實都是超級食物 它裡面有很多的多酚 還有很多的維生素 可以幫忙就是維持心血管的健康 再來像莓果類 蔓越莓 藍莓這種莓果類 它裡面還有很豐富的花青素 那花青素它可以 就是一個很棒的抗氧化劑 也可以清除身體的自由基 對...是一個很棒的清道夫 那還有一個很特別 就是黑巧克力 70%以上的黑巧克力 它的可可多酚 是可以幫忙清除 我們血管裡面的髒東西 真的喔 那只是說因為通常巧克力 它就是有很多的糖 因為它苦苦的就是會加糖 然後又加油脂 所以我們一般也不建議 你狂吃巧克力 對...只是告訴大家說 其實它是一個還不錯的東西 純的黑巧克力是可以 適量的食用這樣子 那最後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深海魚類 鮭魚這種 它就是裡面有富含這個EPA 那它可以防止我們血管裡面的血栓形成 所以像這些食物呢 就是建議大家平常也可以多食用 所以我們吃魚油很好 對...就是對我們的心血管都是有幫助 然後回過頭來就是說 這些我們可能都會覺得說這種三高 或者說血管的疾病 應該是年紀比較大的人會發生 那我們臨床上在看到不孕的病人當中 就也曾遇到這樣說 當他這個做內診姿勢一看的時候 就這樣大腿開始到下面小腿 這個整個全部都移清 那我們開始有點嚇到說 第一個當然是心裡面想這個... 家暴... 家暴啊... 那還半開玩笑就說 你是不是家暴啊... 是不是感情不好 你還要做不孕症嗎這樣 他就說不是... 不是我在這個... 是... 因為我前兩天就是有去做按摩 那我們就說合理按摩 可是你在稍微...還是懷疑吧 就是在按 就是發現說 它那個是已經有點就是... 整隻腳是黑青 然後有點腫 因為如果急性期可能是比較黑青 但是如果說這樣邊緣有一點點 已經變成黃色的那種微黃色 那就代表說它是比較舊的 那所以我們就跟他說 他事實上整隻腳是有層次的 就是說可能常常去碰到... 心後交聽 很容易癒心的 那我們也在問他說 你是不是如果抽血打針 那個血管就很容易破掉 他說對 那這種的話也有可能是 就是跟免疫有關 那像剛剛我提到這個病人 後來我就覺得說 他可能免疫上面出了問題 那我們就幫他做了一些 整個免疫的檢查 後來發現說 他有一個叫做抗磷脂症 然後他本身的話 就是血管叫什麼 還有一個他不太容易那個凝血 所以說他... 凝血功能差 凝血功能很差 所以他如果說 一個人家一個碰到一個人的話 他就整片都是瘀青 所以我才會說 他全身有這樣交替的很多的 這種疫情的情況出現 那當然這一種的話 就是需要免疫的治療 所以我們也給他一些免疫的藥物 類固醇 那還有一些抗磷血的藥物 不要讓他一直去碰撞到 就是血管發炎物 去做改善 那這樣 然後後來也在問病死的時候 當時也就發現說 他這樣就是喜歡一些流產 就是說他會一直保不住這態度 因為血液循環不好 影響好大 對啊 來 最後我們是 處事要軟硬堅絲 什麼軟實力也不能少 硬實力 骨骼 這很重要 真的 我們要站得好頂天立地 活到老玩到老 最重要就是骨骼肌肉 就是一定要顧好 這兩個非常有關 因為肌肉不好 骨骼也不會太好 因為少了肌肉的拉扯跟刺激 那骨骼不好 你的肌肉也會比較少 也會比較不好 所以這兩件事都有需要評估一下 首先拿出法寶 測量肌肉 這大家家裡很常見 那我們家裡很難拿 那我們健身房大台測量肌肉 那也很難到醫院測 所以家裡有些小道具 也是可以基本告訴你一些肌肉量 那我們可以猜一下骨骼肌率 那我們就上面就可以設定一些年齡 你心料準備 好 我們需要的是骨骼肌率29.9 低於常人 差不多大高低 那我們接下來要 爛手 我們還要開獎 我們要開獎 開獎29.9 就是29.9 到底這個人夠不夠 開獎標準 30到40 糟糕 你才幾歲就29.9 我36 我36了 是肌肉量嗎 這是肌肉 而且這肌肉指的是 比較是手腳這些 會影響要活動的肌肉量 所以這樣亞棠可以就醫了 好不好 那不夠 危阻壞了 我很阻壞掉 我自己也是 剛剛在講那個骨骼肌的時候 我也是很害怕 因為我這個人是 我平常小孩有生病 我一定會帶去醫院看 可是我自己呢 只要不到非常嚴重 我是絕對不會去醫院 因為我不可能帶著小孩陪我去醫院 可是我去年就有一次 我就第一次就尿了血尿 那我因為尿血尿 所以我就很害怕 所以我就半夜就去掛急診 那醫生就看著我的報告 就說你的身體的各項素質 都非常差耶 他說尤其你的鈣質很低 他說你身體裡面的鈣 非常非常低 他說你自己平常 是在做什麼工作 然後你在 就是你的飲食習慣 然後生活的時候 他就了解了一番 我就說我可能是因為我 兩個小孩接連兩胎 我就是連餵了五年的 就親胃侮辱 親胃了五年這樣 那醫生就一直在打電腦 然後護士也在忙東西 然後我想說我親胃五年 他們兩個就這樣 起來這樣看著我 然後又帶點 很悲悯的感覺 就好像覺得 我這個人很可憐還是什麼 當下我就開始覺得 自己好像是不是真的很可憐 就一切就是感覺很差 他就跟我講說 因為女生懷孕生產 本身鈣質就會流失蠻多 他說尤其你又親胃 親胃這麼長一段時間的話 你的鈣質會流失得 比一般的人更多 所以你要特別的注重 然後要去補充鈣質 他就給我一個很好的形容 他就說之前我們在路上 看到很多老奶奶或什麼 他們是不是基本上都是 背都很彎都站不起來 他說因為以前的人 本來就沒有配方奶 他們的部分都是餵母奶 所以他們的鈣質 也不知道要補充 所以當你久了 你到老了如果我 他就說你如果不補充 你老了就是會那個樣子 所以我聽完之後 我真的回家立刻 開始補充大量的鈣質 不只吃菠菜 我深海魚也開始一直狂吃 因為我就不敢喝牛奶 所以 所以說到鈣的補充這件事情 對不對 真的遠遠不夠 因為大家說 骨質不好這件事 除了鈣的補充以外 也要注重維生素D 也要多運動 都補這些了 其實還是不太夠 甚至有骨質更疏鬆一點的人 還需要骨質疏鬆 腰物的治療 所以維生素D跟鈣這個元素的部分 大概是這樣這樣的概念 有它不代表一定會成功 可是沒有它萬萬不行 我們用年齡減掉體重 如果大於20的部分對不對 超級高風險 60%等有骨質疏鬆 小於0的 骨質疏鬆的機率是低的 小於3% 所以大家可以試著 用這個部分計算一下 意思是什麼 你的體重比年齡多 就還算滿安全的 不是鼓勵大家說 70歲為了安全我要70 90歲我要吃90 不是啦 不是為了這樣鼓勵 只是一個風險評估的公式 最近我自己在媽媽群組裡面 媽媽社團裡面 就開始瘋傳一個身高評估公式 因為兩個小孩還很小 所以你也會很想知道 他長大大概多高 然後就是我來跟大家分享 這就有一個身高的公式 就是你把你老公跟你的身高 加起來再加 假設你生的是男生 再加11公分 加起來除以2之後 就會是你小孩預估的身高 就是你再往上加減7.5 然後那時候算一算 我就 我兒子未來會有188公分 我就想說 這樣透明就可以了對不對 可是他還有減 就是如果他最低可能是多少 我一算 他有可能是173 如果我沒有注重他的營養補充 或是他的鈣質的補充的話 我想說那怎麼可以 那我怎麼可以讓我兒子173 我一定要讓他188 所以我就 妳要求太高了吧 要求我 我女兒177耶 好棒喔 他老公190 沒有啦 183而已 所以我就回家想說 到底要怎麼樣 然後我就看到像日本人 他們就很聰明 他們從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就開始實施一個 他們就開始佈局 一個叫做百年成長計畫 然後我覺得他們實在太睿智 他們就每天給發育中的小朋友 一天一杯牛奶 然後你就會發現 其實現在的小朋友 其實普遍 現在的小孩 普遍都比我美前 又再更挺拔一點 更高一點 可是我想說 每天這樣喝下來很兇 然後我想說 不可能牛奶當水喝 就是誇獎 那我的看 我也是沒有要到沈澄 這不得性 然後我就開始上網去找 然後想說 有什麼東西可以讓我 更好更精準的 讓我去補充 然後我就找到了一個 可以幫助骨殼正常發育的 霸膏小子 它這個裡面就是有 天然萃取水解配方的那種 優質牛奶蓋 它其實這樣子 這樣子一包 就等同於從2.5公升裡面的牛奶 萃取出來的天然牛奶蓋 然後它裡面還有日本專利的 生態級膠原蛋白 它是從日本的百年大廠製造的 因為它公司本來就是專門在製作 膠原蛋白的 你知道嗎 這5公克的膠原蛋白 佔於15隻雞翅 15隻雞翅那個熱量 是要別人怕死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 那你就可以更好更有好的吸收 然後這裡面還有一個是 微棗DHA 微棗DHA就是像我們小朋友 我媽媽就會覺得說 我希望我的小孩多吃一點魚 可以補充DHA 但是補充DHA的時候 我會很怕重金屬 那像這個微棗DHA 它是從棗類裡面去萃取的 所以就可以更快速的去吸收 然後也可以不用擔心 那除了這些 就是它都是 這些以上三個 其實就是幫助我們骨骼 正常發育的一個很重要的營養關鍵 可是除了這些以外 我自己真的功課做很足 譬如說像它這裡面還有維生素D 維生素D就是幫助鈣質的吸收 還有維生素K 維生素K就是促進骨質的鈣化 是不是很好吃 是不是很好吃 草莓耶 好好吃喔 然後這裡面還有鎂 鎂呢 它是幫助骨骼的正常發育 但是我跟你講 講這麼多營養對不對 都沒有用 小孩如果不吃 真的什麼都沒有用 都是白說的 而且我跟你講 它倒到口腔瞬間融合 對 它是一個草莓用 這是最新的口味 我自己的 我們家小孩呢 他自己從他之前的 比如原味 焦糖口味 他們就已經非常愛吃 現在又出這個草莓優格口味 我跟你講 我兒子直接愛瘋 他吃完之後還會說 還假裝乖 他說媽媽 這個我一天是不是只能吃一包 就是你就不用提醒他了嗎 這麼好吃的東西 他就會每天自己跟你說 媽媽 我要該吃我的霸膏小子了 你就會覺得 我就不用擔心了 他自己會去補充 真的不用配水 請問大人可以吃嗎 大人可以吃啊 我只有在吃啊 因為我都需要蓋 我都需要 我也需要 我剛剛講了九點九 對 來 這一盒送給你 這一盒送給 回去多吃一點 比如說成長 大家都會討論成長 成長這件事 就是要在對的時間 做對的事 那大家也都知道前面講 最重要的就是 要睡得夠 今天一直講 要運動 那另外補充對的營養 以及我們的蛋白質 那對於營養最重要的 最基礎的 也就是鈣質的補充 那雖然大家都知道這件事 可是調查 總是太殘忍 現實跟想像總是不一樣 學童那部分的鈣質補充 不足的比例高達九成 換句話說幾乎大家都不太夠 那小樹苗要長成大樹 這件事情 我們的攝取足夠鈣 就很重要 鈣的部分可以幫助骨骼 正常發育跟健康 那另外膠原蛋白部分 也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說分子太大 其實不好吸收 那生態級的部分分子小 會比較好吸收 可以幫忙補充營養 去維持健康 那另外一個部分的三個元素 像鎂也可以幫助骨骼正常 跟發育 而維生素D 可以幫助鈣質的吸收 跟它就像是鈣的一個總管一樣 維持血鈣的一個平衡 那維生素K的部分 就是把鈣給它 蓋在正確的地方 好好的壓緊 壓上去 大家都有玩過 積木的一個概念 對 積木的部分是不是要把它 蓋得很高的防止 需要什麼呢 第一 足夠的積木 要足夠的材料 第二個是要把它壓緊 對 如果你底下壓不緊 到上面它就會垮掉 一碰就會倒掉 所以就是材料夠 還要把它蓋 給它好好的蓋上去 是都很需要的 真的 今天跟大家說這些身體面試 對不對 什麼實力都要兼顧一下 那如果那種腳背厭不到 不要就去救醫 維生生活 其實真的也是很大的關鍵 大家不要等到身體 這個出了問題 對 或甚至走到真的不可救藥那一步 對 才去驚覺 他們可能為時已晚 對 好 謝謝大家 身體健康